大家好,現在又到了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的上週9時10分 同樣今天我是休息的 一早你起床,你給我一杯茶 在這裡又是主播這個淡天雪地的節目 今天想睡得更晚,但仍然是起床 昨天15號,四星期四又要休息 休息就舒服,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原先我打算去華人街的蒙市那邊 但考慮到今天去那裡有濕車 所以還是叫朋友在蒙市那邊開車來我這邊喝茶 兩間我就去半島喝茶 現在我在等他,他就幫我買兩條煙過來 哎呀 哎呀 今天是星期十月十六號 嗯 哎呀 哎呀,喝了那些靚茶給人舒服很多的 嗯 這茶就是台灣的龍井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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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感到 效果 那種 這張 東 相當於我們中文叫電動繩的電器繩 我看到一款鏡頭是10到18的鏡頭 叫做超廣角 我當時昨天就看了一下 其實早幾天我已經看過這些鏡頭 超廣角 包括風景比較好的 因此我很想買 大家看價錢是275元 未有計算稅 如果是計稅的話是300元左右 考慮了很久 突然想買這個鏡頭 沒有貨 換了原先配的 即是原配這個鏡頭 其實我覺得這個鏡頭 其實這個闊度是對的 意思是不用再買那些什麼鏡頭 就是欺負那些300元 因為你買了太多 這些也不是很好 特別是超廣角 其實手機的超廣角已經夠用了 如果我出去遊玩或拍片 完全可以用手機去拍就足夠了 決定不買了 這個鏡頭已經非常好 很寬闊的 好過我原先 即是後來我單獨買了這隻鏡頭 是很便宜的 但那些鏡頭是小一點 但是這次就不錯了 我覺得這隻就夠用了 現在這個跨錄像是非常不錯的 都比較好的 希望夠用就好 其實有時候你玩相機的東西 有時候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你會有一種誘惑感 我在那個美麗華的喝茶的 有一個侍應生是香港的 是香港人來的 他就喜歡玩相機 他見到我玩這張照片 他就告了自己 我家裡有很多這些鏡頭 但鏡頭很多 你不是代表你一定是用鏡頭來玩 往往是收藏多於玩 即是好像現在我也有三個 那些單獨買相機的鏡頭 我覺得你 有些鏡頭 你說是一直都沒有用的 所以 其實真正是想玩這些單獨買相機 其實一個鏡頭可以的 第二個是現在的 買回來的時候 鏡頭是18到250 這個焦距都可以完全足夠的 其實你再買 很多時候純粹就是 那種心理上的愛好 而真正是實用的話 其實這樣也夠的 因為有些手機 那些手機是超廣角的 那你出去拍風景 那你真的用這些單獨買相機的 很重 那我現在這部單獨買相機 在做甚麼呢 就是我記錄生會用的 譬如現在我今天休息 我起床 那我拿這部機 拍一拍 即是純粹記錄 有時候 有時候出去逛街 但我喜歡電器的方面 你看到那些相機 都很想擁有 其實我也擁有了 打法來幫忙這些相機 都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看上去 有時候 要找些時間 就是多點去操作一下這些相機 特別那個白平衡 所謂的白平衡 即是說 我現在拍龍像 說你後面夠不夠光 我以前跳得不好 有時是偏紅 有時是偏美色 我都喜歡 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跳得好像白色 好像白色一樣 關鍵你學識一些技術 那學識技術有甚麼作用呢 其實 起碼知道 在這裡玩相機的原理 另外我還是喜歡 錄像為主 也不是很想說 很喜歡拍照片 錄像是比較生動 也可以 一種自由發揮 知道如何 拍片 正經出家水 做主持人 挺好的 好像現在我 早上一早起床 喝杯茶 拍一拍龍像 做一種記錄 而且記錄非常好 其實你記錄的時候 有時很怪 如果你心情好的時候 你會非常得心應手 有時我會出去後花園拍一拍 聊天 今天我又不想出去拍 因為有時人有些情緒 有時不開心的時候 有些精神有些阻滯的時候 你那個人就 嗯 心不在意 好像今天我就是心不在意 一種 我好想說 哎呀算了 不拍了 要不拍龍像 算了 就此打住 嗯 嗯 但我想到 很多時候 就是 人什麼時候都沒有一帆風信 還是會遇上這件事 那件事 就算你自己 不是這樣的 但也會有這種 要怎麼說 反正就是 我拍龍像 純粹是一種 一種記錄生活 另一種就是 一種 就是自我 對話的認識 好 唉 這都不差 好 但這人呢 都會 好像 會受 這種環境 惡去在的影響 心裡有些不太舒服 有時會覺得很氣餒 覺得該怎麼辦 算了 但細節想一想 其實我一直拍六張 拍了一年多 有時一刻心不愉快的影響 就說算了 以後都沒有拍六張 或者不分享出去 現在很恐怖 等一下不想 以後我一直都要堅持拍六張 但可能我這些六張之後 就不再分享到朋友圈 因為我最大用力自己上傳上去 我是一種自我鍛鍊就算了 不如我現在可以做這些所謂的談天說地 你自己就當作主持人 當作主持人 你說甚麼 你有一種愛好 有些事來講 無論你講得好與不好 你還是自我自己的人與自己的對話 究竟有些事情好與不好 都是自己知道 其實你可能真真真正正說到百分百 說到內心的世界 所以很多時候 就算你現在在這裡 怎麼說不容易表露出來的 你所說的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就是體會到 你所說的事 是甚麼意思 所以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我很希望 有些愉快的情緒 能夠盡快地消除它 不要壓抑住 壓抑住 所以人生的路上 難免有很多這樣的經歷 所以這幾十年所走的路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說的 不是單方面做出來的 不是我一個人的原因 而是某人的原因 是各方面各方面的 綜合的 所以形成了今天這個局面 所以這個局面是解不到的 是沒得解的 是真的沒得解決的 你只能夠前進 只有前進中去解決 而不是說 因為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只有到前進中去解決問題 回到過去一點意義都沒有 有時有時有些人說的話 不是說 你突然想這樣 就可以很容易做一件事 有些事不是的 不是一句話 你就可以做到事情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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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是沒有思想 你們做甚麼 會不會做甚麼 沒有可能的事情 社會人員之間 每個人都對事物有一種認識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畫 用一句話去解決 今天我談到這裡 最關鍵的是 我喜歡畫一些大陸放棄 至少我都喜歡這樣坐定定去做節目 其實我都可以檢驗一下這個大陸放棄的性能 我不是自己現在拍的六場清清食 這件事都很簡潔 現在先這樣 拜拜